那么怎么样能够把中国经济的增长保证呢 我们都知道经济想增长有三架马车 有消费 有出口 这三架马车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现在什么情况 你说消费 老百姓花钱消费 他是有数的 你再怎么补贴这个那的 我得符合我的条件 在花钱心里有顾忌 不敢随便花 你得偿病 想出去上学 这都需要钱 所以这个消费方面 你要提振的 它有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 不可能马上见销 甚至有的时候大家不敢花钱 消费就增长不了 也就是说消费 最起码是原水进不了进口 你再说出口 现在看看欧盟 世界范围之内 金融危机那个影响还没过去呢 现在咱们拿不到 像以前那么多订单 所以出口拉动经济 现在暂时有时间 三架马车 基本有两架动不了 就剩一架什么投资 所以最近咱们知道 国家发改委 一下子放了很多项目 大量的投资 国家的钱投回去了 希望通过投资来拉扇精神 投到什么上来呢 近日发改委核准 首钢 广东站江和广西防尘港 等一批重大钢体建设项目 项目相加 总投资额将在千亿元以上 也就是说就剩投资这条道 来提振精神 可是我们说投资这个 发改委是不可能 给房地产市场开入口 所以说无论如何 最近中央对宏观调供这块 是捏死了的 不得让你随便起来 在另外一点咱们得看 为什么咱们这个房地产 调供的政策 面临着很大的争议和冲击 除了我们说增长 带来的压力源 还有很重要的点 我们看这个房子 价值怎么长下 所以说那都刚性需求 把这个有的人投资 想在这上炒房 在这个原因以外 有一个核心原因 房价高的原因是两个 一个是需求太大 第二个是控制不住 需求太大的原因 是票子发作了 政府得把票子控制住 不然到处都是钱 那那钱它要实现呢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 我一说你就明白 假如说现在 比方说这台摄像机 是一万块钱 花一万 把摄像机百块钱 买过来之后呢 由于多云钱 这价格就涨了 再把这摄像机 卖出去的时候 那可不是一万块钱 那可能一万二 一万三 一万四 所以就是每一次增发货币 引起的相对温和的 通货风沙 还能使经济投赖推升 这行经济 从世界上来看 1970年时候 货币的整个收货额度 380亿美金 现在是多少 9万亿美金 涨了200倍 但是1970年到现在 总共是不到44年时间吧 真正的世界经济总量 增长多少 也就是5倍 可是问题是 增发货币 过量了 完了 老百姓手里 捏的钱多了 机构手里拿的钱多了 这个钱呢 它可不会老实在这待着 因为你通膨胀时期 银行和利率都会下价 咱们把这钱花出去 所以这钱就跟猛虎一样 它放出来要吃东西的 那搁到哪 房地产市场和股市 有的时候就是把这些 多余钱吸纳过来的海边 把这水给你吸过来 假如说这钱就像水一样 房地产就是海边 把水吸过来 所以很多人一方面呢 是把它当作被动 保值的一种手段 买了房子隔手物 有的人拿出来会吵 不管怎么说 把多余的钱 一下子吸的房地产市场 还不至于造成多大的危害 但是房地产市场 这种投资有个问题 容易使更多油资 进到热钱领域 进到房地产市场 造成实体经济 投资率不高 所以政府第一点 调控楼市 为的啥 为的这个 你太多热钱过这了 没人到实体经济投资了 那经济怎么发展 但是这个时候 调控房地产的问题出现了 调控场是为了避免 实体经济受损 但是你这个海边 把这水吸过来 我们现在调控的限度 就是逼着房地产市场 把这泡沫 把这水再挤出来 可是挤出来的 可不是泡沫随风飘杀 挤出来是钱 这个钱不进到 房地产市场 就能进到别的钱 这钱去哪了呢 有收藏品市场 有股市 说股市不行 收藏品市场水太深 去哪了 2009年末年实行调控 大家会发现 食品价格 是一样的 那食品价格飞涨 往往是中间炒断环节 相应的原材料 价格不都跟着涨吗 所以单纯的调控房地产市场 你只是让这个市场 相对理性了 把这水分挤出来 可这水 它肯定还得到 所以它会危及其他行业 一篇地产的假新闻 搅动四方 是不风捉影 还是人为操纵 多地在线千人购房潮 是开发商的促销高招 还是房产的春天 又来到了 红五月到底能持续多久 房价到底该何去何从 老梁观世界 为你深度解毒 我们是不是该买房子了 买房子到时候了吗 所以对于调控这个 就看我们其他行业出现的危机 产生的危害 有没有可能超越房地市场 危机的危害 所以你现在看房子产价格这种平稳 我认为是一种利好现象 所以咱们石球式的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句实话 掏心窝子的话 现在买房子是不是时候呢 我个人认为这个通过这一两年的研究的调控 有些楼盘恐怕价格已经离底不远了 就我认为如果是你刚需接空用房的 还不如早得出手 如果要是你的婚期不能再拖 其实我感觉目前的情况下 并进地铁1.50万的房子 就是可以开始考虑了 但假如说你投资 这又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因为中国的一线城市跟二三线城市还不一样 你现在假如为了投资 如果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 你投资现在就可以出手 可以买 可是呢二三线城市的价格 你像现在沈阳啊 什么哈尔滨呢 我一看六七千块钱 七五千块钱 我们这个房价并不算太高 还基本上算是合理 但是咱们有不少的朋友跟着起哄的没办法 有的二十多岁孩子 哎呀我要买一百多平米大房子 北京这房子我买不起了 你看看哪辈人二十多岁 就拥有一百多平米大房子 你二十多岁人 你跟着起什么哄吧 你有什么条件拥有这样的房子 有人说那我身边朋友都有 那是他爹他妈给买的 那不是他自个儿钱 因为你要是按他二十多岁来讲 按着现在的房价 你如果又让他去这个去买房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困难 好像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老人愿意这样 那是他爹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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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